哈琳42岁主播妻缠死后竟遭奇迪。之前同事爆料她不但是小开杀手死底下让人意外。 56岁的宇承庆、哈琳,在微博宣布42岁的老婆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,这是寄予前妻依能竞生下儿子后再次当爹,恭喜恭喜。 不过她并没有直接公布孩子的性别,而是付了一张大手牵小脚的萌照,还把自己裹在婴儿车里瞬息手指说长得多像爸爸,哈琳老师又调皮了。 在电视上,哈琳老师是中国新歌声林又才幽默又严格的评审,满满的活力总是能感染到观众和选手。 而对于她的感情生活,很多瓜重的记忆都还停留在很多年前的一能静,却对现任妻子张嘉欣不甚了解,接下来,小编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。 在遇到张嘉欣之前,哈琳足足空窗六年,前妻再婚生女,而她身边除了儿子就是车友,直到2015年两人被媒体拍到同框,这段相差14岁的恋情才浮出水面,正式宣布结婚则是在去年的7月30日。 说来也是奇怪,与哈琳八甘子打不住的英文主播张嘉欣并不是圈内人,她到底是怎么拿下了这个公认的黄金单身汉。 张嘉欣今年42岁,长相端庄大方,属于知性那一挂。 光看相貌可能很多人又会拿她跟依能镜做比较,但你若了解这个女人的其他魅力就会为她轻易折服。 她从小家境优渥,在瑞士读完高中后,又在英国取得白金汉大学饭店管理学士回国。 曾认知过亚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的特著,之后进入台湾民事,民间全民电视公司,是台湾仅有的五个无线电视台之一。 工作,由于精通四国语言,家产国语,台语流利,她从外边编译直接被拔着类英语主播,一做就是十几年。 工作,她还有两个姐妹都是大美女,姐姐张家和15岁时从瑞士回台,就被星探相中,拍了一系列家里宝广告长达四年,受到观众注目。 12年前她嫁入红林航运当少奶奶,形势低调并不打算进入演艺圈。 张家恒,张家欣,张家欣,张家和,张家恒与王力宏。 妹妹张家恒则是拍摄戏面如广告,还曾在王力宏的MV Forever Love中演出。 三姐妹的轮廓倾心,大眼笑容甜,相当有观众源。 除了拥有视野上的成功,张家欣过去的追求者也都是十分厉害的人物。 2002年,她曾与赞泰建设董事长邱家雄二公子邱耀交往,当时不少同事都亲眼目睹邱耀正驾驶黄色Oz4跑车在他上下班。 2005年,又与台中樱花集团小开张永杰交往,却仍没有修成正果。 大家都说这位店链美女主播是小开杀手。 越来越多的例子都证明了能当户对的正确性,你在什么样的层级,就会碰到什么样的人,不论是所出的圈子还是另一半。 因此,哈林与她结婚生子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。 伊能静和儿子哈利。 哈林与2000年2月14日情人节与爱情长跑13年的台湾歌手伊能静与美国结婚,育有一子与汉瑞。 2002年3月16日。 2008年伊能静被记者在中国大陆拍到和演员黄伟德牵手照,造成两人婚姻关系紧张。 2009年3月20日与成庆通过哈林音乐产房正式发表离婚声明,结束与伊能静八年的婚姻。 本人与成庆已经与伊能静签订协议,结束彼此婚姻关系,希望家人能回归平静。 谢谢各位媒体的关心,辛苦了。 声明中并未提及儿子的抚养权归属等问题。 2016年7月30日宣布与民事主播张嘉欣公正结婚。 2017年6月20日宣布与张嘉欣产一女。 如今,伊能静和哈林音都各自组成了美好的家庭,不再为过去的恩怨痴缠而纠结,这也许是最幸福的结局了吧。 最后也祝愿两人的儿子小哈里能够开心健康的成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